印度的总理莫迪 现在他真的是雄心勃勃 他现在要进一步的要来 怎么在因为这个独立日 这个也是一个纪念日 莫迪就在全国演说 喊出了口号 而且承诺印度未来五年 躋身全球三大经济体 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我们待会说 不过先请要赖老师 现在印度中国军事指挥官 14号起在边境谈判 这是第19轮了 那这一次所谓的中印的边境谈判 那我们要问的是 是不是有可能是为了 下个星期在南非举办金砖峰会 这个印度总理莫迪 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赶快来一个双边的元首会晤吗 所以要来开始铺陈了吗 所以来来来 我们就赶快来一个中印边境的谈判 新一轮希望有进展 换得中印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吗 我倒不觉得是在进展五国 我倒觉得可能是在 希望他能够在那个G20的时候 G20 对 因为是印度主办 那印度主办的话 如果主办国习近平没有跟他会谈的话 那他颜面挂不住 可是目前的情况 对方我们看到在去年的时候 那中印彼此之间没有正式的对话 对 如果我们从新闻画面所看到的是 那时候习近平跟左柯威印尼的总统正在聊天 而这个目的去插人家话 把人家抢走 后来左柯威就信信然就离开了 这很不礼貌的 那就是他在抢人 在赌人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因为军长会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结果 印度方一直说 哎呀 双方都应该撤军 中国不反对 但问题就在于 印度说到要做到 那印度通常都是说到做不到 所以中方一定是要谈到很清楚 因为跟印度不能够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那目前这次的谈判 大家预估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不会有好的结果 可是摆出这个姿态 其实就是想缓和中印的关系 是 缓和中印的关系是创造在集团体 为什么 因为两个国家元首要会谈 外交部长要有更多的磋商 所以到目前为止 王毅跟印度的外长 并没有经过开始进行密切的磋商 那你想 这个下礼拜的金壮五国的会议 所谓的会议 那双方大概也只能够就场边聊一下 交换一下意见 没那么快啦 对 但是真正要谈事情的 那可能要在集团体 是啊 但是现在他简直是就把这个中国大陆 是把它当作是一个role model了嘛 你看 这个我们要当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不容易啦 印度 真的不容易吗 好 来听听看 那那个赖老师这么说 那亮哥 那你看你觉得呢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印度现在好 你看喔 他现在说 你看我们包括半导体 我们要全新的打造 我们的供应链 然后印度很努力 然后供应链要重组 然后甚至还有什么 拉鸿海啊 泰国争取台积电 你看现在也要跟其他的东盟国家 一起来努力力拼 所以你看印度现在所谓的第三大 有可能办得到吗 莫迪真的是雄心壮志啊 不因为今年他成长率最高嘛 全球大概六点多 那如果一直维持六点多 到2030 他就会超过日本 这个当然是假设日币没有升值 那这个是 就是 这个也不是他公布的啦 别人算了 那当然 这个英美充满了一大堆 帮印度吹风的媒体嘛 那祝福人家 人家有信心有什么不好 对因为西方媒体确实有蛮多 包括美国的巨头 企业巨头 现在都看好印度 不我跟你讲一个 最近发生的事 因为印度扣了小米 46亿人民币嘛 对不对 那小米也火大了 因为小米在印度雇用 大概是4000人 他最近要踩500人 他也开始做动作 是 那中国大陆各大企业 就把小米当作一个前车之剑嘛 所以现在的气氛是非常不好的 那结果印度财政部就跑去找小米 说不然46我们减一点好不好 哎呦还讨价还价的呀 再讨价还价那小米不理他 目前就是这样 印起来 就是印起来 不理他 好就现在所以呢 说归说办不办得到 大家就等着看了 但现在刚才我们在讲 仓皇而逃的 其实之前不就是在阿富汗战争 谁仓皇而逃了 不就是你美国自己吗 对不对 帅将军 那时候逃得真难看啊 所以现在来赶快检讨 现在看到是美国自己有检讨报告 那么国务院国防部说在安排美军撤离时候 根本就是合作不力 那么这个当然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细节 我们不赘述 但是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就对于这个阿富汗这个撤军到现在已经算一算 刚好两年的时间 你留下了多少的烂摊子 因为呢 说全球目睹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的克布尔时刻 这标志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政治反恐 全方位的失败 而看看所谓的烂摊子 在阿富汗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数 从1440万增加到了两倍之多 到了2920万 而到今年的7月底 高达8成4的阿富汗家庭还需要借钱买粮食 日子过得苦 而这是联合国的统计 那到底赎令置之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美国很丢脸的一件撤军 因为撤军在军方的思维里面它有一定的做法 你比如说我们要撤军或者要突围或者要跑掉 撤退 我都要向外扩张一下 让敌人感觉到我不是在逃亡 我往外扩张 这个时候美国军方就应该加重它的兵力 让它扩一下 然后呢 部署好阿富汗的政府军 甚至于我的武器不应该自己破坏交给了塔利班 这个武器就可以让阿富汗的部队顺利的接收 因为阿富汗的战史里面有一个就是美国 因为阿富汗政府军也跟塔利班打了多少年的仗了 很有经验 美国就拿它那一套准则去训练 所以你让你竟然训练了这么久了 那你就把美式武器交给它吧 那它也可以帮你撤退的时候当断后的部队 那你撤退就不会那么张黄嘛 你可以把阿富汗跟你亲美的人士弄走 美侨弄走 美军弄走 最后让政府去 结果看出来就是国务院也跟它协调的不清楚 那跟阿富汗这个当地政府 美国夫职的政府没有做好协调嘛 是 我们以前打仗撤退都要有掩护断后的部队 这个时候最适合的应该是阿富汗的部队 而且你要把钱这武器都给它嘛 哪里那么丢脸呢 自己沙腿就跑 跑了还把阿富汗的存款给削了 哎呀 这个做得让人家看得说阿富汗老不幸 讲两千多万基民 对不对 你既然说人权 这个政治意志 自由 民主你面对塔利班你怎么就这样子杀手不管了呢 对不对 而且撤退就很丢脸 这个等于是逃窜了 你想他那个基地里面 机场里面多少武器装备 他把它破坏 是啊 那你留给阿富汗政府居然还可以走得很漂亮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否有预理 可疑 这下一个不停地装 可以帮助睡眠细胞 移植 下一个不停地装 这个地方是否可疑 在心里装成立的 地装上 这个地方是否可疑